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说几句很有意思的功课说话就是一个很好的方法了 今天我要和大家一起读八句祝福语句 在我的教室已经准备了八幅贺年辉春 各位小朋友可以帮我一起将它们打开吗 各位小朋友请你帮我一起打开这个辉春好吗 预备 恭喜发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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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逢农历新年的时候 在街上的人都喜欢说这句祝贺说话 各位小朋友跟着我再读多次 恭喜发财 恭喜发财 大家都读得很好吧 这里还有另一个辉春 可以请各位小朋友帮我打开它吗 新年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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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踏入新一年的时候 我们都可以和身边的人 说这句祝负说话 各位小朋友 跟着我再读一次 新年进步 新年进步 大家都读得很好吧 各位小朋友 又有另外两个辉春了 可以请大家帮我一起打开它吗 预备 笑口常开 笑口常开 新年 希望大家都开开心心 整日都可以开怀大笑 各位小朋友 跟着我再读多次 笑口常开 笑口常开 大家都读得很好吧 还有另一个辉春 可以帮我一起打开它吗 预备 大吉大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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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句是一句很有意思的祝福语来的 听到的人一定会觉得好开心 各位小朋友 跟着我再读多次 大吉大利 大吉大利 嗯 大家两个都读得好好吧 各位小朋友 我还准备了两个 很合同其他小朋友 讲的祝福语 带给大家的 一起帮我打开这个辉春好吗 快高长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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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句祝福语 可以用来给弟弟妹妹 又或者小小个的BB听 大家跟着我 再读一次 快高长大 快高长大 嗯 大家都读得几好吧 还有另一个辉春 小朋友 帮我打开它呀 学业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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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句祝福语 就适合读书的哥哥姐姐听啦 各位小朋友 跟着我再读一次 学业进步 学业进步 嗯 大家都读得好好吧 最后就轮到 可以同大人讲的 祝福说话啦 各位小朋友 请你帮我一起 打开这个辉春好吗 身体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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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句是很宝贵的祝福语 因为拥有健康的身体 对每一个人来讲 都是这么重要的 各位小朋友 跟着我再读一次 身体健康 身体健康 嗯 大家都读得好好吧 还有一个挥春 各位小朋友 请你帮我一起 将它打开呀 心想事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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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一年 新希望 当然 希望大家都 愿望成真啦 各位小朋友 跟着我再读一次 心想事成 心想事成 嗯 大家全部都读得好好吧 各位小朋友 今天我们读了八句 新年祝福 大家跟着我 再读一次呀 拜年的时候 我们可以讲 恭喜发财 新年进步 见到任何人 都可以同他们讲 笑口常开 大吉大利 你还可以 同弟弟妹妹讲 快高长大 又或者 同哥哥姐姐讲 学业进步 见到大人 就一定要祝福他们 身体健康 心想事成 拜年的时候 经常保持着微笑 同其他人 分享祝福语句 将祝福 带到去身边的 每一个人身上 他们都会很开心 说不定 还会封利是给你 那在这个时候 你就记得要说 多谢 多谢各位小朋友 我们下次再见 我们下次见